大家好,我是艾迪 平时我分享的比较多的是旅行摄影的技巧和后期的修图教程 谈到摄影就离不开设备 平时买个镜头,填个滤镜什么的,都是常有的事 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包不够大,装不下了 所以摄影包也是买了一个又一个 而买了新的摄影包,往往要用一段时间才发现 原来根本不符合自己的需求 所以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购买旅行摄影包时候的避坑经验 来聊一聊在旅行的时候携带设备的几种解决方案 再有就是挑选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在旅行时未必是带的设备越多越能出片 器材越多的话,包的体积就会变大,重量也会增加 日常负重过大的话,每几个小时就会觉得累了 同时也会丧失拍摄热情 在旅行前,其实可以做一些功课 来预测一下自己可能会拍到的内容 针对不同的环境和需求来携带设备 下面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第一种解决方案是轻便型的 如果是带一个相机和镜头 我会放在这样一个小型的相机包里 保护相机最重要的是在于防震 这种包在材质上要比海绵质地的相机包坚硬许多 在旅行的时候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两侧还可以放进电池和备用内存卡 可以单独携带,也可以放进任何一个背包里 它的优势是体积紧凑,非常便携 适合日常扫街等比较清凉化的拍摄 第二种解决方案是比较混合型的 如果设备的数量适中 同时还有很多旅行物品和衣物要带 我会使用这样一个图布背包的组合 同时也可以继续使用小型相机包和镜头筒 这个组合可以将三脚架和所有的设备都放进一个包里 拿的时候比较省心 另一个优势就是到达目的地之后 我可以拆开携带,只带小包出门 或者选择全都带着 随机应变,自由组合 以上两种方案呢 不仅在携带的时候很方便 而且呢,随机应变的能力非常的强 并且呀,它是在学摄影初期省钱的好方法 当想要携带很多摄影设备的时候 购买一个专业的摄影包就十分的有必要了 专业的摄影包从它的容量大小和它的功能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种类 所以在购买之前呢,不如思考一下 自己对摄影包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 比如我在购买摄影包的时候呢 我就有两个需求,它必须要符合 第一呢,就是它的设备开窗 也就是放相机镜头的主要的这个收纳仓 它的开窗必须要在包的背后 因为只有这样的开窗呢,才能让我有安全感 再有呢,就是它一定要有能放水瓶着测兜 符合这两点要求的包呢,就不是那么的多了 所以呢,也就帮我筛掉了一些不符合要求的 这样选择起来呢,就相对来讲稍微的容易一点了 除此之外,专业摄影包比较常见的区别呢 在于第一,它有没有笔记本的收纳隔层 笔记本收纳隔层一定要在背部的位置 才能达到很好的平衡 而且这个收纳层的厚度一定要够厚 否则相机的热靴位置和笔记本会进行长期的摩擦 除此之外,需要特别注意 它可以容纳多大尺寸的笔记本电脑 通常中号的摄影包呢,可以携带13寸的笔记本电脑 而大号的摄影包呢,可以带15寸的笔记本电脑 所以最新款的16寸苹果电脑用户可就要注意了 这些呢,都是要在买包之前就要想好的 比如像我这个包,它就没有笔记本隔层 如果有一天我想要带笔记本电脑一起去旅行的话 那我就可要琢磨琢磨了 这么一说的话,我是不是又该买包了? 第二个区别呢,就是储物空间的区别 摄影包当中最主要的空间呀,就是设备隔层 有整包隔层的呢,也有像我这种一半隔层的设计 隔层之间的隔板呢,一样厚 但比隔板厚度更重要的是包两侧的支撑力度 能不能有效的阻止外部的冲击力呢 就要看这个位置的硬度了 评价一个摄影包能不能装 主要啊,就是看包的隔层深度 不能竖着放长焦镜头的包呢,不是好摄影包 镜头和相机竖放可以节省很大的空间 这样啊,多出来的很多收纳空间呢,就可以去放其他的设备了 除了设备隔层之外呢,有没有更多的收纳带 是衡量一个摄影包的另一个标准 可别小看这些收纳带,它能装很多东西 可以随身携带防风衣或者迷你三脚架 充电宝等等小配件,都可以不再占用设备隔层 拿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将全部的设备都暴露在外 所以在旅行的时候,相对来讲就会更安全 再有呢,就是拓展外挂 在旅行的时候啊,可能会临时外挂一些设备 特别是徒步登山或者是滑雪的时候 那些辅助的设备 拓展外挂的能力呢,就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 这还包括有没有侧兜,能不能装下水瓶或者是水袋 还有呢,就是能不能捆绑三脚架等等 摄影包的舒适度呢,很重要 肩带部分的设计,决定了背久了之后会不会肩板疼 肩带的设计呢,越厚越可以有效的减轻负重感 这个呢,要去实体店试了才知道 最好呢,是带上自己所有的设备 在负重的情况下,感受一下这个包是不是适合自己的体型 因为不同的包啊,它的设计看上去呢,可能都差不多 但是背上去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不同的人背上去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其次呢,是拉锁的质量 最尴尬的事儿啊,莫过于拉锁坏了 可包还好好的 所以一个包的拉锁质量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购买比较知名品牌的一个原因吧 包都挺贵的,如果能用的久一点的话 当然是最好了 包的外部材质呢,也就是面料 面料越好,包就越贵 最贵的呢,就是防水材料 如果常出没在冰山,雪地,或者是雨林的话 一个防水性能好的摄影包呢,是必备的 这也就是F和S开头的两个品牌 为什么那么贵的原因 在购买的时候呢,还要看一下 是不是有防雨罩 不去雪山旅行,也会遇到下雨下雪的天气 所以如果自带防雨罩的话呢,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防雨罩啊,可以说是旅行摄影包 必须要有的 当摄影遇上旅行,情况呢,就会变得复杂了起来 原本只是单纯收纳摄影设备的包 现在呢,就不得不考虑的更多一些 旅行中的安全问题,在运输当中能不能很好的保护设备 甚至于防水性能好不好 现在啊,都需要考虑进去 总体来说呢,旅行摄影包的体积能小则小 太大的包啊,日常行动起来,也非常的不方便 在运输的时候呢,还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除了主要的设备隔层之外呢 不齐眼的除戴和拓展性能在旅行的时候会比平时的拍摄更加的需要 祝大家都能够买到称心又耐用的旅行摄影包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蒂,欢迎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